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这一款马桶盖,它的一个安装支架的更换是怎么更换的 这款安装支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键型的 就是从这边打开之后就可以拉出来 这是安装在马桶盖上面的 然后再把盖板推进去,就是固定好了之后再把盖板推进去 这个就是清洗比较方便 我们今天就是这种东西用久了它也会断裂 如果是久了的话断裂或者在运输过程中它断裂了 那需要更换,那我们就把这个拆出来更换 也就是在这上面把这个拆出来 这是新的,然后这是老的,我们来拆一下这个老的怎么拆 首先我们马桶盖,它是有一个九度,就是这个支架的一个九度 我们给它统一,统一做成平的 平的啊,把它推过来 推过来平的啊 然后呢就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这个给它拉出来 一定要一模一样的啊 因为不同厂家它的拆法是不同的 我这个这个盖板的厂家它是这个款式的啊 如果你加的是这种款式的才可以去按这个方法去做 好吧 呃,行 然后就这个拆出来之后呢 看得到里面它有一个 呃,可以卡住的 卡住那个轴才不,就是丢不出来的啊 一个方块,我们把它铸一下 找一根手螺丝刀 最好是越铸越好 然后,尖头的,比较尖头的,或者一字头的比较好做啊 先拿出来这个 呃,我们观察一下 这里面,刚好是有两个孔 这两个孔它就是拆卸孔 通过这个工具在这里铸一下 把这个里面的轴弄出来 弄出来 当然在这个弄着之前 我们看一下这前面它有时候 在模具生产的过程中有一些 呃,杂杂物 刚好在这里我们先把它清理一下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螺丝刀啊 稍微在这个一圈这里 啊,划一圈,把这个里面带这个 多余的 长渣给它处理掉 啊,因为如果还在 堵在这里的话,等一下这个轴就弄不出来 啊,注意看这个地方,就是用给大家弄一下 啊,弄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只拆一边 只拆一边就够了 怎么拆呢 来,我放大一点 换屏啊,换屏 秀一下 呃,要出力 往下压 往下压 然后再给它 秋过来 让它这里出来 啊,让它这里出来 出来了 啊,出来了 这是它的轴 这个轴拆完之后,放在一边 左边就放左边 右边就放右边 就不会搞乱 它是,它是有有有 呃,有有认 那这边是这边,那边是那边的 啊,左右边有有有 区别的 好吧 然后呢,这个剩下 怎么办 往上拉 往上拉,然后 再推过来 再推过来 好吧 看到没有 再往上过来 这样就出来了 好 这是拆出来的 那装怎么装呢 这个别动 不要动 呃,如果是新的话 新的 呃,还是这样 把这个轴 啊 把这个支架 弄弄出来 打到这边 打到这边 然后给它拉出来 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呢 怎么抓 它这个有凹槽的 看吧 有没有凹槽 啊 就对准这里面的凹槽 啊 它这个刚好一个凸条 就是推进去 我们给它 推到这里 推到这里来 平 跟这个平 啊 看到没有 好 那这个呢 也一样 推进去 之后 它这个有两边的 就是这边也可以装 这边也可以装 啊 可能 要注意 啊 要注意 如果是 等一下装回去 不能下降 啊 呃,我们就给它拔出来 重新 反过来装 然后这边也是这样推 好 然后就放下去 先弄一边 就是 给它压一下 然后这边 需要动一下的 因为它刚好卡到位 你给它在这上面 往上往下 动一下 它就能卡到位 好 那这边呢 也是一样 好 那就OK了 那剩下就把这个装进去就好了 那么 搞好了之后 还得 再测试一下 它能不能自动的下降 啊 就是我们又在这上面 啊 就是在外面试一下 拿着 然后让它丢下来 或者安装上去试一下 啊 它现在是能慢慢的下降就OK了 好 这个就讲解到这里